辽宁舰 其实9月25号昨天 也是辽宁舰服役12周年 那辽宁舰编队呢 据说提前赶到了落点的海域 那9月20号日本公布了辽宁舰 出现在宫古岛的东南方 当然它应该不是一个准确的落点 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这个距离 应该是要掩护周遭的这些打捞船舰 然后你看到这个新华社的报道 已经提前通知相关的国家 那客工当然是俄罗斯关系良好 就说这是中国大陆主权权利 然后俄罗斯有收到必要的资讯 对不对 那日本是昨天第一个发言的国家 昨天我就在想 我一直在等美国的回应 美国一直到我睡着为止 都没有回应 到今天早上讯息才跳出来 昨天第一个讲话的是日本 日本当然就很担忧等等 因为日本没有接到 没有接到这个相关的讯息 准确的讯息 然后今天美国的回应终于出来了 我今天一看我就笑了 美国是赞扬 基本上是一个赞扬 今天下午立将军讲 美国当然要赞扬 对不对 谢谢你打我要跟我讲一声 让我有点心理准备 免得太过惊吓 美国国防部把它当成一个 正面新闻表列 中国大陆已经通知了美方 这是朝着减少误解 跟误判风险 迈出正确的一步 它的落点在夏威夷公海 它是可以美国全境覆盖的 然后美国说呢 嗯很好 这个是朝上减少误解 就是一个怎么讲 The tell the bad things in the good way 这个坏事 但是我用最好的方式把它讲出来 然后你就看到 今天在昨天只有讯息 那个文字讯息非常少 大家都说至少是大 那今天中国大陆公布了 现场的照片 所以从这个照片 我们就回到刚开始 广告前我讲的到底是什么啊 昨天说是东风41 今天丽将军的看法 应该是说是东风41 但是也有媒体 又很肯定的语句说是 东风5B 东风5可能吗 这个四十几年前就试射过了 那今天又有人说是 东风31AG 就是它的升级版 因为它具有小平顶的设计 那每一个3141等等 都各有拥护者 张将军你觉得呢 我认为第一个先排除东风5B 对啦 因为东风5B是重磅 我们要中风5B 它是 大家都是三节火箭 你东风31AG三节 东风41也是三节 东风5B也是三节火箭 因为你要送这么重的东西 东风31AG是42公顿 东风41就60公顿 但是你要知道东风5的时候 已经到达150公顿 重磅的 这么重 对 所以东风5B先排除 为什么 它是重磅 而且它是液体燃料 液体燃料你贯冲 规定20小时就要发射 而且它有风险 那我一看它是飞弹发射 是机动的 机动一定是固态燃料 这两个都是固态燃料 对固态燃料 那东风5是液态燃料 液态燃料要在地窖发射 贯冲把煤油 把柴油加进去 就准备发射 所以这个照片看起来不是 因为它在野战 在野地 那就是它这八轴 它就不是地窖发射 不是地窖 因为它机动发射 不是地窖发射 那它机动发射在野战 野战你看它八轴 八个轮子 二八十六 十六个轮胎在跑 你看那个好像蜈蚣 它下面那个运载 那个车子是个蜈蚣 在跑来跑去 那个就是东风31 或东风41 车载的 车载 好那东风31AG或者东风41怎么分呢 东风41是尖头 东风31AG是圆头 那这是圆头 圆头 圆头 你看你看头嘛 头是尖头还是圆头 我一看它是圆头 那个尖头怎么看 它是圆头啊 你说一看它那个是有个 有个弹锥 那个顶罩是个弹锥 你看上面的不是尖尖的 是有点圆圆的 看到没有 不是尖的 尖的就是一根那尖的 它是有点圆 圆头 那圆头 圆头31 31 对 你如果是尖头41 对 那这个东风31AG 那我今天还看到大陆 这个有网民 当然它是以 不是很肯定的语气型 会不会有第四种可能性 东风51 对 你也看到 我有看到 有可能吗 那东风5的话 又是义态了 义态贯充了 51 我判断 因为它是最新型的 东风31AG是最新型 最新型 原始型只能打九千公里 后来变成了新型 叫做假 东风31假可以打到一万一了 它这个加了AG之后打了一万三 那我打九千五 绰绰有余 好我再问一下 当然就是我们现场的 这个观众蜡粉 可能在军事的细节上 掌握的并不是那么深入 我问一下张将军 因为昨天 第一时间在现场 率将军说 从这个态势看起来 他很肯定一件事 就是火箭军 大陆解放军火箭军 在洲际弹道的技术掌握部分 已经完全成熟 那今天立将军的注解是 他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发展 所以张将军你觉得呢 看到这么多的细节 你给他下个定义 你觉得这是什么 我认为就是东风31A机 而且它有政治符号 8点44分 44年没发射了嘛 那这个它有政治符号 而且向东发射 它为什么不向南打到印度洋 你不向南打到印度洋 印度洋都没有什么什么岛国 以前是朝南太平洋 因为朝南太平洋 打到索罗门群岛 跟纽西兰的东侧 那个地方是也是没有 那是没有岛屿的 那个地方是安全的 一般来讲是走这一个 因为打人造卧行 都要进入地球轨道窗口 都是打这个 往索罗门群岛那边打 你看周济导弹 就是它有一定的困难度 俄罗斯刚刚这个失败 不是被美英嘲笑了一顿吗 那美国讲别人 美国自己去年也炸掉一枚 那两个都是武昌国家 武昌的核强国都炸了 那你怎么看待大陆这次的成功 我认为它三个成功 三个成熟 第一个导引段 你要导引 你这个导引段的时候 你从这边到达 因为它当初的时候 为什么美国这一次想肯定呢 因为它把这个要试射的时段 不是时间 是时段 它没有告诉你几分几秒了 时段告诉它 然后区域告诉美国 时段告诉美国 区域告诉美国 这个就是你要讲到 这个时候要落点落到地上 你落到其他地方 表示你的导引段是出问题 对 但是我打个查 因为上次美国有去抢 它那个讯息舱 所以这次8点44分发射 你觉得告诉美国的时间 应该不会太久吧 大概就几个小时前告知了吧 是不是 没有 这有那个 就是类似 类似发飞航公告是一样的 哪一个日期 哪一个方格坐标 把经纬度那4点画出来 因为这个圆兜弹道误差 是50公尺到800公尺 因为核弹800公尺 也是命中目标了 所以它要求的不是说 一定要圆兜弹道 CEP值刚好就是命中靶心 这个不重要 只要那个区域就可以了 这次它的误差 好像只有100公尺吗 对 差不多 非常近 相当近的 这个对核武来讲 就是命中目标了 因为它从太空过 从太空下来 所以它导引段是 你看导引段是非常精准的 第二个 我们可以讲到定位段 你要定位 最后面 你导引归导引 最后你要定位 你之前要交入镇陀螺 因为它是惯性导航 它不太 这个没有依赖GPS 全球应用 它不用 你关掉我都打 我有Ins 我有惯性导航系统 我自己就把我的经纬度输进去 所以它发射之前 要先加温 加温之后 做陀螺校正 陀螺校正 你这个经纬度 跟你要打进去 输入 输入经纬度 它就直接对 那个经纬度就过去了 所以我们知道 导引段是一回事 定位段又是一个 定位段你就在你陀螺的 陀螺的误差值 非常精准 要不然你拖螺义误差的话 一打 我们平常讲那一句 差值好里四十千里 你的定位有点问题 你刚开始偏一点点 你到处没有偏很多 我们把这个视角拉大来看 这真的是一个里程碑式的 所以我们看到 全球居民引发了震动 在昨天各大强国一片沉默 这就意味着事情 确实是很大 那经过这个里程碑之后 整个区域态势会有哪些改变 我认为这样的话 因为可以代表一个符号 中国大陆对核武 在加强它的核武的限制 在它的数量跟载具 数量 我们讲核武是核武 核武的时候 一个核武 一个是起爆装置 另外一个是载台 中国大陆的载台 它最强的是陆基 那陆基的话 又分液态燃料跟固态燃料 因为它的巨浪2跟巨上3 要放在093、094跟095的潜界上面 那在这一方面 它现在还在加紧地做 这个潜射式 所以它陆基式是它的王牌 第三王牌才是潜射的核子动力 弹道飞弹潜界 最弱的轰-20还没有出来 那现在是轰-6N 那轰-6N的最长最远的距离 也只能飞5500公里 你如果是作战半径来看 也只有2500公里 好 张军刚刚剧透 讲到了轰-20 稍后轰-20 也许11月会出场 不知道 大家就保持一个悬念 我们稍后会谈到 等一下也来看一下 菲律宾还有印度 两个让人充满惊奇的国家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E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